大午安秋相时间 首先关注秘鲁在9号发生大规模的暴动 造成19人死亡 148人受伤 将近9000多人是搭乘各类车辆 进入东南部的朱利卡市 可以看到他们当时是以石块还有汽油弹 来攻击警察还有行政机关 过程中爆发军警冲突 那么由于秘鲁当局强硬镇压 罹难者的家属控诉 现任总统就是杀人凶手 秘鲁抗议事件是持续延烧 由于前总统卡斯蒂约在去年12月 他当时是涉嫌贪污以及释法的 试图是非法解散国会遭到罢处 被捕之后是引发了国内的抗争 支持者要求新总统下台 并且释放前总统才竟然引爆一连串的抗议 当时秘鲁当局是试图镇压 导致军警冲突不断 秘鲁检方现在也表示将对新任总统 以及多位的高官来展开种族灭绝的调查 从去年12月的暴动至今 已经造成将近50人死亡 对于秘鲁的重要观光业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接着看到历经5天15轮的投票之后 美国中院议长麦卡锡 他在短短当选几天之后 就立刻了兑现选举当时的承诺 他说他要延续之前的 中国的工作小组的重要任务 成立负责审查中美竞争的 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中原两党10号的时候 是以365票赞成 65票反对 压倒性的票数是通过了成立该委员会 为的就是要来抗争 对抗来自北京的威胁 那么这也是美国自1990年以来 中院首度针对大陆成立的特别委员会 目标就是锁定中共 对此北京政府也有所回应 我们希望美方有关人士 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从美国自身利益和中美共同利益出发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发展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 这个针对大陆的特别委员会 是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他竞选当时的政见 在表决之前 麦卡锡还特地的前往众议院致辞 呼吁两党支持这个议案过关 更指派同党的众议员盖拉格 担任主席 那么尽管盖拉格他强调呢 中共共产党和人民是不同的 但是委员会的成立恐怕现在也让中美关系 再度紧张 而在日本方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明天的时候 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 双方预计会讨论 日本针对北京威胁修订的 新安保战略三文件 期盼两国强化同盟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 美国总统拜登 前往总统拜登 美国总统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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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新安保战 政策 放强度 日本新安保战 共和党 美国总统拜登 美国总统拜登 双方 一些 优优异的 积极 努力 决定 局 在印度洛西洋和國際上 你問我關於中國的訪問 這訪問也會為日本 繼續為美國和歐洲 維持著歐洲的暴力戰爭 對歐洲的暴力戰爭 其實日本從去年發布 新安保戰略3文件之後 對北京的態度就已經非常的明顯 先看到岸田文雄 他昨天才剛剛到倫敦 和英國首相蘇納克 簽署了相互准入協定 那麼這個協定其實就是允許雙方 他們可以在對方的領土 來部署武裝部隊 因應的就是大陸在亞太地區 日益擴張的影響力 那麼根據法新社報導 就其實也代表 英國他們現在對亞太地區的 興趣是越來越大 而且蘇納克他當時更直言 RAA不僅是鞏固雙方 在印太地區的承諾 同時他也凸顯兩國是 共同加強經濟上 還有安全防衛等的合作 為的就是要因應前所未有的挑戰 建制的就是北京 那麼英國也成為第一個 和日本簽署RAA協定的歐洲國家 是英國超過一個世紀以來 最重要的防衛協定 那麼岸田他希望呢 是可以擴大美日在印太地區的軍事聯盟 而在美國方面呢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他今天也表示 美國將在日本南部島嶼的沖繩部署 新的陸戰隊的機動單位 以更妥善的來因應中國升高的威脅 並在美日的安全會議上 他當時呢是直接的批評 近年北京政府呢 是不斷的破壞台海現狀 美日將會一同的維持台海穩定 因為北京目前呢 就是美日同盟盟友面對的最大威脅 那麼其實日本在宣布 暗暴戰略三文件之後呢 當時就點名大陸是最大的威脅之後 大陸已經呢 是以一連串的軍演來表達抗議 但是呢 岸田他又接連來訪問G7 接連訪問G7 希望呢 是可以擴大美日在印太軍事上的聯盟 其實這點呢 在上週日 美日多到軍演第一次聯席的時候呢 第一次日本他們加入英澳 就可以看出了 因此呢 解放軍是否會再一次的 在日本周邊海空 又來進行軍事活動 現在也成為近期呢 各國國際上的焦點 而面對大陸解放軍近日 平平是在台灣周邊演習 美國智庫呢 之前也做了一個兵推 指出呢 美日台儘管是會慘勝 但是勢必付出慘痛的代價 美軍還很可能會損失 是多達三分之一的展介 解放軍近日在台海周邊 平凡軍演 造成台海情勢逐漸升溫 華府智庫戰略研究中心 發布一份兵推報告 推測若台海開戰 美日台將慘勝 但富比市雜誌指出 恐怕會有四艘航艦折損 占美軍現役十一艘航艦的三分之一 台海情勢緊張 日本也感到威脅進逼 十一號美日雙方舉行了 二加二防長會談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出 雙方同意中國大陸是 美日籍盟友的最大挑戰 並批評北京破壞台海現狀 聯合聲明重申台海和平 穩定重要性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更指出 大陸這一系列軍事行動 是否可能就代表著 入侵行動迫在眉睫 美日加強防禦 更同意將共同防禦條約的條款範圍 擴大之太空 美國國防部更指出 將大幅提高部署 美國在日本的反艦飛彈數量 另外美國也計劃 再衝繩部署新的陸戰隊機動單位 同時日本也將與美國洽談兩國共用駐日美軍基地儀式 雙方似乎都有意提高對中國大陸的威責力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和英國首相蘇納克签定超過一世紀最重要的防衛協定 允許雙方相互部署武裝部隊 未來英日也將規劃及執行規模較大 複雜度較高的軍演和部署行動 不過對此大陸外交部也有所批評 有關國家開展防務合作 應當有利於增進各國間的相互理解信任與合作 不應製造假想敵 更不應將集團對抗的舊思維引入到亞太地區 隨著台海情勢升溫 日本拉攏英美增加防衛力道 只是恐怕讓已經冰凍許久的中日關係更加雪上加霜 記者 黎晶報道 好 再來關心是全球 那麼在俄羅斯導彈襲擊 烏克蘭的彈藥及煙火庫造成了爆炸煙火狂射 俄羅斯宣布已經拿下重要的營礦城市索萊達 但是遭到烏克蘭的否認 不過在這關鍵時刻 在俄羅斯是撤換了所有末日將軍 支撐了對烏作戰指揮官 換上了參謀組長來接任 俄羅斯的飛彈擊中烏克蘭哈爾科夫 一處彈藥庫以及煙火庫 引爆煙火在夜空中綻放約半小時 畫面顯示俄羅斯用多管火箭炮 以及溫壓武器向烏方陣地開火 雙方並且在東部沿礦城 同時也是重要軍事 以及商業重鎮的索萊達激烈交戰 衛星畫面顯示放野望去是焦土一片 俄國傭兵華格納集團表示已經解放該陣 並且殺死了約五百名烏軍 同時秀出士兵合一的照片為陣 但是遭到烏方反駁 烏國士兵向媒體透露前線戰況告急 死亡人數高到沒有人在統計 稍後俄方也坦承死傷慘重 美方消息顯示索萊達大部分的地區 已經落入俄羅斯之手 在此關鍵時刻 俄羅斯又再度撤換對烏戰士指揮官 才上任三個月以殘忍為名的末日將軍下台 由參謀總長接任 眼看戰士危急 土耳其出手相救 暗地提供烏克蘭急速彈 可遠程釋放10枚以上爆炸性的彈藥 擴大打擊面積 使俄烏之戰更加升級 記者綜合報導 一再提醒大家現在疫情還持續在燒 在日本第八部疫情像失速列車一樣 根本煞都煞不住 單日死亡人數首度飆迫了500人 這創下疫情爆發最高 而且近一個月有一萬人染疫死亡 也增加速度狂飆三倍 專家說了政府沒有要求全數來通報 染疫人數 民間其實黑數很多也導致死亡距增 日本第八波大流行疫情狂燒 新冠單日死亡數首度衝破了500人 創歷史記錄 而且死亡速度還不斷的加快 以往平均三個月會增加一萬人死亡 但近一個多月就有一萬人死 死亡三倍速也讓當局非常緊張 專家分析這是因為日本沒要求全數通報 染疫人數實際的染疫者恐怕更多 導致死亡距增 第八波大流行當中 歐爾礦亞型變異株BQ1.1 以悄悄取代B.A.5成為主流病毒 而BF.7比例也不斷增加 另外XBB.1.5也殺入日本 已經出現四例 而陸客入境日本被要求掛上紅繩吊牌 IP根本歧視 南韓也要陸客掛上小黃牌 還像罪犯一樣被拉進小黑屋隔離 根本不人道 對此大陸官方加碼反制 暫停國境免簽 XBB.1.5病毒在美國蔓延 它不僅具備更強的免疫逃脫能力 傳播力還是B.A.5的2.22倍 當地政府宣布 再延長公衛緊急狀態直到四月 而目前澳洲正研發一款三合一疫苗 能同時抗新冠流感以及嚴重的呼吸疾病 期盼能一針第三針 避免皮肉之痛 還能減少看醫生的次數 記者綜合報導 ninguna 真係 正面 想說